先生们好,开始做饭了 这材料都准备出来了 带鱼,白菜,一袋冻豆腐 这是一块,今天来个带鱼炖冻豆腐 还剩一盘豆芽给它炒 带鱼先煎一下 带鱼煎一下 就是这边剩的 有水有点崩了 带鱼锅煎着 这个白菜我炒一下,放在一起肥肉 肥肉 葱花 生抽 白菜 冻豆腐 它还有点要化了 对 还点水 盐 这个要好了 直接倒在锅里 倒在上 来点盐 少来过点糖 炖一会儿 菜好了 今天这干炒 这个后尾汤两个豆包 葱花 葱花 这些汤都烧没了 我这做菜是有点没丑过 吃饭 吃饭 小酒倒上 吃饭 长那么严肃干啥呀 所以开吃饭 大家好我是娟子 开吃吃饭 这我要不说开吃你还不敢生块 尝尝咸呢 下回这个开吃这句话不能说了 好 我为了后期想腾几个豆包 把这菜都更干眼了 这个白菜 豆腐和带鱼 应该多个点汤 长得不完美 这底部的汤 先吃点豆包 好朋友讲话的 说这豆包咋不吃得这么些 其实也吃早上吃的时候 今天早上吃的粥 这个是我后掌的粘粘 我这冬天头也会吃粘粘 那你这一块都吃了 我头想想炖半块 后来我先都炖它 白菜有点炖不没了好像是 反正我也没割多少也是 我吃带鱼吧 那天你不就说带鱼炖豆腐吗 今天炖点 这是那些那个长袋的带鱼 嗯好吃 今天做这俩菜属于哥儿俩 黄豆芽也炒了 黄豆芽也炒了 来两个麦 吃豆芽 我去买豆芽 人家人就剩一个了 往后再吃冬豆芽 就得得冰箱自己冻了 冬是咋也不得一卖的 然后天都太老了 嗯 炖了六个豆芽 豆芽太黏了都蘸盘了 都蘸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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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年生生姜 插豆芽去 给您搁着豆芽和酒去弄汤 一锅汤 鲜锅的时候 您看着豆芽 看着一层豆芽皮和酒去 这自己在家了 这乐咋吃咋做 我那年去那家就整了一趟 现在就是上三江干活 吃喝也都好了 酒就少 现在用人少 嗯 够几次 这半年都不续了 这把豆芽干不动没 还有鸡蛋 吃就做了 等两天回去再做 哎呀妈 这六个豆芽我感觉还是吃得挺饱 嗯 这后面还一家 你说说下酒菜 就会开村的梅茶青菜 咱就生绿肉芽吃一杯 嗯 三天生一回 一斤 一斤 一斤黄豆 能剩裹肉 一斤应该三斤都吃不了 自己加茶 这小豆 这小豆 略加味香 豆也来了 这个 这个是那后大鱼 嗯 蘸点汤吧 本来我今子 咋的也得整半碗汤 差点没靠谱我 哎呀我那一年 跟沈岩干活啊 嗯 咱家上班店吃饭不 给的花生米 嗯 给多少 就蒸菜 水啊那里面 给你炸的黄豆 这是黄豆 干黄豆是黄豆啊 生牙的吧 不生牙的 应该这也得泡一下炸的 给你蒸药花 你看哪个蒸花米 嗯 蒸菜不一样 就给你照一下的 比较稀疏 像花生米 不是花米 去花生米还粗些哈 嗯 咱们 我们海伦这一般的饭店 去吃饭都给蒸点花生米 也有不蒸 也有不蒸的 嗯 沈阳那块卖这大豆腐吗 咋卖呢 你给江苏那呢 江苏卖 都是这大豆腐吗 就是 江苏那两样 一样嫩的一样是老的 那嫩的就是 可嫩的 老的就是 你就不拿瓶子 可手拿去 嘎完就能拿走 你那块儿小 你看这样的 咱们这东北的大豆腐 在那儿都挺受过瘾的 还要豆腐 加肠菜呀 那嫩的就跟哪里的 那内脂豆腐 那老的跟那豆腐差不多 那我这个是炉脆店的呗 不是 不是 是高 不是高 是高 炉脆豆腐好吃 大豆干豆腐跟那一样 干豆腐跟那一样 也跟那一样一样 也挺薄 嗯 你明天吃饭的时候 白的皮 你一堆都拿着 我吃饭还走 嗯 都够着预备了 没干嘛 我还得走一趟 来 哎 红豆芽吧 哎呀 我吃了六个豆腐 感觉好像 吃的还挺叉咚咚咚的 豆腐 豆腐烤不饿 你吃的 你也吃了 我得干一碗半点 吃完了 下去走一圈 先打个打个 冰箱 冰箱的冻冻 我都想给你烘俩馒头了 还有俩馒头呢 现在不爱吃 一碗半 嗯 我吃完了,你慢慢喝吧 吃完了 你吃吧,豆包吃太多了,你多吃点鱼 六个豆包那么点还多 但是也挺往前吃的 我说我控制控制发量,炒量还挺难控制 少吃饿呀 这带鱼刺太多 一根刺 慢慢吃慢慢喝 我吃好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要不你说我录着你吃的还挺着急 一碗饭,大家明天见 再见 一碗饭就完事了 非得一碗饭,乐了就吃两碗呗 饭的还下降了 一块好就来着一下 做个坏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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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等你 这时间会做了 我走了 我走了